创业协经会今天召开记者会 宣布从即日起 接受2016年ACCE 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选举的提名 创业协经会会长厉文浩表示 ACCE设置包含终生成就奖 在内共9个奖项 希望能有更多来自全加拿大的 杰出华裔企业家参加选举 ACCE五年前 开始了我们的West Coast Chapter 现在我们是全国的商会 所以今年包括过去五年 所有的candidate 就是被提名的企业家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选举将由独立评审团进行 不会受创业协经会的影响 评审标准包括企业创意 管理能力 产品及服务品质 国际知名度 以及社区服务程度等条件 提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2号 而颁奖典礼则将在明年4月初举行 创业协经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 已经选出过100多名 杰出的华裔企业家 那么广告之后呢 我们就将专访创业协经会的会长 李文浩 更多地了解ACCE 我马上回来 每一年的春天呢 加拿大商界呢 都有一场盛事 那就是ACCE 加拿大华裔企业家 选举的颁奖晚会 ACCE一路走来呢 规模是越来越大 那么在加拿大的商界的影响力 也是越来越强了 到明年春天呢 ACCE就要20周年了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 20周年奖项的提名作业 那我们今天呢 就特别请到ACCE的主办单位 创业协经会的会长 尔文利 来谈一谈ACCE 尔文你好 你好 李维 各位观众 ACCE创立到现在都20年了 那么20周年 他们的奖项 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奖项呢 今年还是9个 在奖项上面呢 没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现有的 这9个奖项呢 已经轮廓了 在加拿大企业界里面 各种不同形式的生意基础 也包括我们还有 中生成就奖 是recognize 就是提名 在加拿大对华人社区 有中大贡献的华人 所以奖项上面呢 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呢 今年是一个很激动的一年 20周年 20周年 我们协会已经超过20周年 但颁奖礼呢 已经有20周年 颁奖礼本身 它是全加拿大最大的 也是最完全的一个华人的 企业家的大奖 是 然后呢 因为我们 ACC现在是全国的协会 所以呢 今年我们会请到 过去20年里面 将近有160位 得奖的得主 从全国各地来 来多伦多 我们欢聚一堂 是 然后呢 又要庆祝 接下来明年 这9位的得奖 是 那么地点也 好像也不是在原来的地方 对 地点呢 我们其实很爱 Markham 但是呢 我们每一年的人数的增长 参加这个 event 晚宴的人数增长呢 我们明年要过1000人 所以呢 我们会改到 美丽的安大略湖的湖边 叫Western Harbour Castle 我们是有红地毯 欢迎所有得奖得主 谈一谈你们这个评选的过程 评奖的过程 谁可以提名 谁又可以被提名 那么谁来决定这些得奖者 提名呢 每个人都能提名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的提名 大多是在银行界 在财务界 像大的会计事务所 还有法律界 因为他们更熟悉的一些客人 但是呢 我想 我想鼓励所有的 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观众 只要他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华人 他在加拿大创业 在海外 如果也有生意 都无所谓 你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来提名 都可以提名 那为什么ACC的奖 很多人讲这么有名 这么值钱呢 就是他的 他的judging panel 就是他的裁判团 他的裁判团是100%独立的 20年都是一样 他的主持人呢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 会计事务所 PWC 普华永道 PWC也是奥斯卡奖的 做公证 他们也是同时 帮我们做 整个评委的公证 还有呢 是安大略省的 经济发展厅 再包括有各大银行的代表 很独立的 对 那么也就是说 你本身就是ACC的得奖者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 加拿大华裔企业家 在加拿大创业 他们面对了哪一些挑战 挑战很多 第一呢是 在加拿大创业 与在中国创业 又不同 或者讲 在亚洲 在香港 在台湾 很多创业者呢 一开始 他们没有 他们不理解 加拿大的政策 不理解政策呢 有很多吃亏的地方 他们不懂得 法律法规 也不知道 法律法规 当然有好有坏 有的是 并不一定讲 会帮到生意 但更多呢 他们还不知道 有政府的补贴 是 联邦省的补贴 包括你请工人都 省政府都有补贴给你 所以来讲呢 ACC最大的职能 就是让他们更理解 这个市场 是 还有政策法规 是 谈一谈你们的创业协进会 你现在是会长了 那么创业协进会呢 除了这个ACC以外 还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怎么跟你们联络 ACC呢 其实ACC的有四个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我们四个目的 第一呢是帮助刚创业的人 所以我们叫创业协进会 新创业的人呢 应该都和我们联络 我们的网址是www.acce.ca 很容易记 就是A中间的多个C 我们每个月在全国各地呢 都有不同的讲座 像我们刚刚结束的 在西岸和东岸 在文革华和多伦多 有两个是专门讲出口的 所以请关注我们的网站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多来参加 其实真的会帮到他们 是 那么也就是说你们 这个创业协进会呢 当初设立这个奖项 你们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达到了什么 达到那个目的没有 20年了 我觉得我们达到了目的 但是可以 永远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 ACC当时 当时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奖项呢 这些奖项是 第一是让 是让我们华人 成功的华人 还有为华人设计 做出贡献的华人呢 让主流媒体认识他们 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是做到了 我们的终生成就奖 有包括我们得奖的 有包括我们的总督 Agent Clarkson 有华人的首富 再加上呢 我们总理也是 利用ACC的颁奖礼 为了我们华人的人头税 向全加拿大的华人道歉 是 对 在那个场合道得歉 对 我还记得 9年前了 好 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您对我们现在加拿大 想要创业的人 简单地讲几句话 你给他们什么建议 简单地几句话 我觉得第一是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是你要理解 在加拿大做生意 做生意每一项 每一项要做很好的商业计划 比如说先金流了 预算成本了 中国已经永远 已经不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最惠国待遇 待遇的那个受惠国了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做好很多的准备 80%的生意 在前 在刚成立的两年里面 基本上都倒闭的 所以呢 都与我们联络 需要任何帮忙呢 给和我们联络 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样呢 希望我们可以 给他更多的支持 好 谢谢 谢谢Erwin 谢谢你今天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希望这些建议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如果观众朋友 对今天访谈的内容 有什么想法 欢迎你随时写邮件 到news at omni tv.ca 给我们 好了 稍后还有其他的内容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